哈囉大家好我是達爾 今天要來介紹介人遠征1.64版本的更新 那這次更新最重要的內容當然就是出了這個新的惡魔 我覺得這次出的惡魔看起來真的是帥爆 我們晚點也會一起看一下這個伯爵 厄倫加納的技能 實在 那就先回到這次的版本更新內容 這次新出了一個主神試驗副本 然後就有一個新的職業神器 這一次要挑戰這個主神試驗副本就需要打過34-30 得到的職業神器就是新的坦克神器 首先他給的屬性是 獸慾跟生命 代表他可以回血回的比較快 再來他的特殊效果是如果 受到來自遠處敵人的攻擊的時候 會給這個敵人造成一點傷害 然後還會給他15點的減速效果持續5秒 而且效果是每5秒就可以觸發一次 所以基本上是常駐減速的效果 那我們來跟以前的其他坦克神器 對比一下好了 第一個坦克神器 我依然認為非常好用 因為他可以保護隊友免疫一次傷害 第二個坦克神器 則是可以給自己上盾 讓自己比較不容易死掉 最後這個新坦克神器 則是給減易的效果 我覺得在配合隊伍的一些 簡易效果角色的情況 像是阿爾娜 會比較好用 好接著我們會來看這個更新公告 下一個 重點就是 眾神獵場 他要正式開放了他的正式賽季 這次的獎勵就有 頭像狂了 這個獎勵應該就是靠 排行來獲得 打這個建議 組隊報名一起打 然後懶人建議就是選助陣 如果你不是很想努力打的話 那這次更新有優化一點機制 打不過可以選擇 棄賽 另外也增加了玩家可以挑戰的天數 還有降低對手的難度 下一個改動 主線關卡又降低難度了 降低31到35張需要上陣的隊伍數量 還下修了35到40張很多關卡的 專屬裝備等級 深淵迷宮 新增了好友的互助功能 有成功挑戰深淵迷宮的人都可以給其他人 這個破魔之刃 用了破魔之刃就可以讓好友幫你打過這個關卡 最後 是這個女仆的加強 女仆現在可以自己選擇自己想要跟隨的隊友 這個效果非常實用 讓我們再也不會為了女仆 會要跟著誰走而煩惱 好啦那我們影片最後就要來介紹這個 千片伯爵 惡倫加納 首先我們來看到他的大招 優劣鑑定 示範完這個大招之後 會召喚出一個 隱凹魔像 這個隱凹魔像會嘲諷周圍的敵人 敵人會一直對他進行攻擊 直到這個魔像被破壞掉 如果這個魔像被破壞掉的話 破壞掉的那個敵人會永久失去25%的攻擊力 如果這個魔像沒有被破壞掉的話 則會對周圍的敵人造成350%攻擊力的傷害 光是看大招我就覺得這個角色很強 8秒鐘的嘲諷哎 而且這個技能還可以被加劇效果給加強 首先是加3的時候 他可以讓被嘲諷的敵人降低治療回復效果 這個是降90%哦 回的血會變得非常非常少 但更強的其實是他的加9加劇效果 加9加劇效果會讓被嘲諷的敵人無法回復能量 而且更重要的是 如果這個魔像被破壞的時候 還會附帶暈眩周圍的敵人3秒鐘 所以在有加9加劇的情況 這個魔像就算一出來就被打掉 也是一個3秒鐘的暈眩效果 這個控制效果對推圖的幫助非常大 再來我們看到他的第2招 第2招是一個範圍攻擊技能 但更重要的其實是他是一個 控能量的效果 被打到敵人 會損失90點能量 而且在後續的5秒鐘 回復能量效果也會下降70% 這招我覺得在PVP的效果可能會有不錯的表現 但更強大的效果 其實在他的專武裡面 專武點到加20或者加30之後 被這個技能打到的敵人 在後續的6秒鐘內 受到的其他所有傷害都會增加35% 這個效果說不定 可以讓他在夢境也有一席之地 而且專武的特殊屬性給的還是急速 所以這個專武效果也非常不錯 然後是他的第3招 這招是他 最強的控場技能 就是他會直接恐懼所有面前的敵人 持續3秒鐘 而且那個敵人在後續的6秒鐘 還會下降40%的攻擊力 這招就真的是完美的控場技能 一個沒有任何前提條件 而且幾乎能夠做到全場3秒恐懼的效果 這還不強嗎 另外這個減傷效果 說不定在面對夢境一些比較高壓的關卡 也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 像是修女 常常就也因此有不錯的表現不是嗎 最後這一招完美變裝也超級強 這一招可以讓自己跟最疏弱的友軍 在後續的5秒內免疫一切傷害 並且無法被攻擊 期間假如說友軍有造成傷害 還會回復90%自身的生命值 雖然免疫只有5秒鐘不是非常長 但是這是一招小招 代表他可以重複釋放 這樣效果就會變得非常強大 有一點點像減弱版的阿爾納招式 不管怎麼看也不會覺得這招沒有用 這隻角色的技能組 讓我對他的期待值很高 我們就直接來看到他的實戰畫面吧 先來打個木裝試試 我覺得這隻角色好帥 站在那邊微風淋淋的 一直射出紅色的球 哎呦剛剛放出了全場恐懼 他說我螢幕上面那隻守衛是壞掉了嗎 怎麼都不會動 好這裡要開出他的大招 範圍嘲諷 嗯範圍好像沒有到特別大 倒是他這個免疫效果用的好頻繁啊 大概十來秒就可以用一次 好吧我們來挑戰 射煉守衛看看 隨便上點東西 這好像沒有給我什麼坦克 來看這隻角色有專武家具之後控場效果 減疫效果有多強 他開場普攻幾下之後第一個釋放的技能竟然是免疫的 然後你看這個全場恐懼效果直接控5個 他好像還有一個招式有減能量的效果 所以對面的大招應該沒有辦法釋放的那麼平凡 不過他的回復能量速度好慢啊不知道為什麼 好終於開出他的大招 這裡直接控住 嘲諷到兩隻 而且他們好像打不掉這個神像 這個神像自然爆開的話也可以有3秒鐘的暈眩 可惜古王剛剛已經死了 我的暈眩效果就沒有出來 好打完了 大家覺得他的控場效果怎麼樣 讓我看傷害輸出我覺得他的輸出應該很少 你看真的非常低 但是他主要是他的減疫 還有免疫 一整個輔助的效果讓他這隻角色我覺得 非常有機會被開發進去不同的隊伍裡面 不像以前一些角色我覺得只能在推圖裡面有可能出現 這隻角色我覺得推圖夢境競技場以後都有可能會用到 而且他的外型真的也不錯 那大家看完覺得這隻角色怎麼樣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這集1.46的版本更新介紹就介紹到這邊 希望大家喜歡 我是達爾我們下一集再見 記得按讚訂閱我 大家拜拜